我发现,曾经同床共枕的妻子被调换了,我不知道是该装作不知情,还是坚持寻找真相,直到我的身体完全失去了知觉你对我做了什么,妻子微笑拍拍我的脸,放心,你永远是我的丈夫。 如果有一天,你发现曾经同床共枕的妻子被调换了,你会怎么做,是装作浑然不觉,还是坚持寻找真相,阔别数年。 在槟城市刑警队的救助下,我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,虽然我自己失去了记忆,但那个娇俏而又婀娜的身影却一直浮现在我的脑海中,黑色奔驰,驶出天门山转盘大道。 远处幽静的山林中,错落有致地散步着,一套欧式别墅映入眼帘,尖尖的屋顶,石青色的屋顶瓦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耀眼的,我躺在担架上,被司机和佣人抬进别墅里,眼前的副理堂皇的场景,让我不禁怀疑,当初自己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,放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不过, 偏偏要跑到鸟不拉屎的阿勒寨找罪兽,大厅里装饰豪华,水晶般的灯饰发出璀璨的亮芒,穿过宽敞的长长的走廊,一个衣着面容娇好的女人,出现在我面前,女人身着黑色断面西装。 华丽复古的蓝黑色印花裙,尽显高贵冷艳,她盯着我,安静的脸庞,犹如一红波澜不惊的水面,没有一丝波纹,目视良久,她服下身子,冰冷的手指划过我的脸庞,眼神里浮现在无比复杂的情绪。 你现在这样,有没有后悔当初离开我,我看着面前的女人,正正地点点头,虽然不记得以前我对她做过什么,但她的眼神却告诉我,我的离开对她造成不小的伤害。 你,你是,我嗓子里发出嘶哑的声音,犹如猫爪挠过玻璃一般刺耳,女人身体明显颤了一下。 哀怨地叹了口气,我是燕文青,你的妻子啊,这三年来,你都经历了什么,不仅声音都变了,甚至连我都忘了,我试图唤醒尘封的记忆,脑海里却只能想起在医院醒来的情景,雪白的墙壁,浓重的消毒水位,房间里嘈杂的人声,除了这些残存的记忆,我脑海一片空白,燕文青告诉我, 把我从死亡线上就回来了的是援助阿勒寨的中国医疗队,当时他们正在一个偏僻的村寨里进行医疗服务,一个当地村民在下游河滩发现了我,当时我奄奄一息。 全身多处受伤,村民通知了医疗队,经过他们的精心救治,我这才捡回了性命,我虽然保住了性命,却失去了所有记忆,医疗队只得通过我身上的护照和身份证。 联系当地的大使馆,几经辗转,最后燕文青才把我接回家,少轩,你真的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吗? 从燕文青嘴里说出那个本来属于我的名字,显得遥远而又陌生。 我,我真的想不起来了,你别再问了,我的脑袋开始隐隐作痛,燕文青却继续追问起来,那,你还能想起来,当初为为什么要走吗? 我再次摇摇头,谁料他眼里却闪过一丝难以言状的惊喜,想不起来也好,这样咱们才能重新开始,燕文青站起身,撇了眼手万处的百搭斐力,扭头看向一旁的司机。 飞飞该放学了,去接他吧,对了,先不要把他爸爸回来的消息告诉他,我想给他一个惊喜,四季恭敬地点点头,转身离开,而我心里却有些猝不及防,没想到我不仅有妻子,而且还有一个女儿,我躺在床上,扭过头,看到卧室落地镜中,自己满是疤痕的面孔,不禁陷入了迷茫与忐忑。 我说,我在阿勒寨到底经历了什么,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,如果女儿我看到了我这张脸,她还能接受我这个父亲吗? 正当我努力回忆着阿勒寨的经历时,一阵欢快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。 脚步声走到门前停了下来,一只胖乎乎的小手推开了门,小手的主人捏手捏脚地走到床前。 她是一个大约七八岁的小女孩,扎着羊脚辫,穿着白色碎花连衣裙。 爸,爸爸,女孩明亮的双眸瞬间饮满泪水,扑进我怀里嚎啕大哭,我猛然意识到,眼前这个楚楚可怜的小女孩就是我的女儿。 眼泪顿时止不住流下来,好,好了,别哭了,爸爸这不是回来了吗?爸爸以后再也不离开你,每天都陪着你,好,好吗? 女儿哭了好久,迟迟不肯离开,燕文青怕她影响我休息。 苦口婆心劝了许久,好不容易才把她哄睡着。 当天夜晚,我睡在丝滑柔顺的天鹅绒大床上,燕文青端着牛奶,身着一身黑色镂空睡衣,缓缓走进卧室,趁热喝了吧,你的身体需要营养。 她将牛奶放在床头,看到我直勾勾地盯着她,眼神闪现出一丝诧异,随即慌忙起身,玲珑的曲线诱人的身体,瞬间点燃了我压抑许久的欲望。 我咽了口唾沫,看着她离去的背影,忍不住问道咱,咱们不是夫妻吗?天,天色不早了,你也赶紧睡吧。 燕文青身体明显颤抖了一下,缓缓地转过身,你,你确定要我和你,你一起。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唐突,你也如道对不起,我不该这么心急,毕竟三年没见,你也需要适应。 她没有说话,正正地站在原地,眼里蹦射出一道冷冽的光,结婚这么多年,我们俩一直分房睡,你从来都没碰过我,我也从未向你所求过。 燕文青面色平静,仿佛在讲一桩和自己毫不相关的事,我摸了摸自己肿胀的脑袋,尴尬地挤出一丝笑容。 你能告诉我,我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?我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。 她轻叹了一口气,脸上浮现出无尽的落寞。 算了,有些事情忘记了就忘了吧,何必再自寻烦恼。 燕文青转过身,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,窈窕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卧室门口。 燕文青走后,我不由咒骂自己以前的愚蠢,家里有如花似玉的老婆,竟然分房而睡,真是暴点天物。 可她冷漠的态度却说明,我一定做出了让她无法接受的事。 两人才互相僵持,最后成了一对有名无实的夫妻。 人一旦经历生死,会想明白很多事,我虽然失去了记忆,但最终回到了渴望已久的家。 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,一定竭尽全力弥补以前犯的错。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,为了尽快恢复身体,我努力配合医生的治疗。 燕文青白天要去公司处理事务,特意叮嘱厨房做些滋补的汤品。 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起来,很快就能下地走路了。 正当我以为生活慢慢步入正轨时,一场离奇的梦打破了我所有的幻想。 燕文青深夜时分地纳通电话,甚至让我怀疑自己正一步步踏入早已编织的阴谋中。 我能下床走路的第二天晚上,梦里又出现了那个娇俏婀娜的身影。 虽然身处梦境,可我清晰地感觉到,那个女人并不是燕文青。 那个模糊的身影渐渐清晰,她转过身,满脸泪痕,陌生而又熟悉的眼神瞬间将我在梦中惊醒。 轻,轻蹄,我猛然从床上坐起,嘴里却念叨着那个陌生女人的名字,后背已然被汗水浸透。 我打开门,穿过走廊,在灌洗室,用冷水浇灭心中的躁动和不安,转身迂回时,一阵窃窃嘶语声传进耳膜。 你确定查清楚了,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我捏手捏脚地走了过去,大听一语,燕文青坐在沙发上。 两个保镖恭敬地站在一旁,仿佛在汇报什么隐秘的事情。 大使馆那边,我们已经查了多次,医疗队发现踏实,确实是人事不行,全身多处骨折,应该是从高处跌落到河里,最后被冲到了下游浅滩。 难道说是我想多了,她真的是失忆了,目睹眼前的一切,我不禁有些心寒,历尽艰辛回到家,想不到燕文青竟然在怀疑我。 我想起这段时间和燕文青的相处,不禁有些怀疑,这个女人难道真的是我的妻子吗? 我趁燕文青白天不在家,偷偷翻出了两人的结婚证,满脸甜蜜的微笑和清晰的刚硬,无不证明婚姻的真实性,为了防止婚姻证是假的,我甚至上网搜索了燕文青的个人信息,结果让我震惊的是,她根本不是我认为的某个不起眼公司的小老板。 而是槟城是一家跨国企业的总裁,名下资产涉及,电商房产,机械加工等等十数个领域,仅是个人财富就到达数百亿元,而我作为她的丈夫,荣幸地出现在了佩偶兰,而且附带着一张无比清晰的照片,一个身价百亿的富婆, 其丈夫却出现在一个东南亚的偏僻小国,陷入生死边缘,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。 我和燕文青两人,名义上是两口子,却毫无半点夫妻情意,先不说不睡在一张床上,平日毫无交流不说,甚至同桌吃饭也少言寡语,我想起那天晚上梦见的女人。 不禁心头一震,正如古话所说,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,她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在我的梦里,一定是在我失忆之前关系紧密的人,我甚至觉得,也许她才是我朝思暮想的真正的妻子。 这个念头虽然有些离谱,但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,却让我感觉自己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,而和飞飞单独相处的那个下午,更让我坚定了自己心中的判断,周末的傍晚,飞飞拉着我的手,来到别墅的二楼的画室,房间已经应该很久没人进去过,推门而入,扑面而来一股刺鼻的霉味。 画架和颜料罐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,飞飞说我以前经常一个人待在画室里,没日没夜的画画,三年前我离家后,燕文青曾经来过画室几次,起初她还特意叮嘱佣人按时打扫,后来我音讯全无,画室便渐渐荒废了。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,我抚摸着画架上的灰尘,扭头看向一旁的飞飞,你以前答应过我的,要给我画一张像,我不要铅笔画的那种,要那种五颜六色的油彩画,飞飞撅着嘴,满是期望地看着我,好,好吧,不过爸爸失去了记忆,可能记不起怎么画画了。 飞飞忽闪一双着葡萄般水灵的眼睛,满脸天真的说不可能的,爸爸画了好多漂亮阿姨的画像,怎么可能说旺就旺呢,漂亮,漂亮阿姨。 对啊,爸爸曾说过,这个阿姨是你的初恋,不信你自己看,飞飞一边说着,一边揭开画板上沾布,灰尘瞬间弥漫,尘埃未定,一张鲜活的油彩画映入眼帘,只看了画中人一眼,我整颗心疯狂地跳动起来,她竟然是在我梦里出现的那个女人。 鲜熟的笔法勾勒出一个身材窈窕的形体,女人留着披肩长发,五官精致,浅笑的梨窝,颇有一番俏皮的韵味,整幅画的层次和结构恰到好处,光影明暗的巧妙利用,更让画中人有一种栩栩如生,即将从画里走出来的错觉。 你看,我没骗你吧,飞飞依次揭开其他的画板,我寻声望去,画中人果然都是我在梦里看见的那个女人,每张画虽然都神态歌异,却给人一种呼之欲出的美感。 你,你到底是谁,我抚摸着眼前的油画,不禁有些诗神,飞飞却一把拉过了我的胳膊。 爸爸,别看了,你赶紧给我画画啊。 好好,我,我马上画,我织起画架,取来一张纸和一支笔,看了看满脸期待的飞飞,一一拧开面前颜料罐,飞飞站在机密开外,模仿着专业模特,单手插腰,微微仰起下巴。 露出一脸傲娇的神情,我将画笔沾满颜料,尝试勾勒出飞飞的轮廓,谁知刚触碰到画板,脑袋一阵剧痛,手也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,飞飞发觉了我的异样,惊慌失措地冲过来。 爸,爸爸,你,你怎么,我双手紧紧抱着头,额头上浸出痘力大的汗珠,对,对不起,飞飞,我,头疼得厉害,今天不能画了。 温柔的小手抚上我的额头,飞飞抱着我,惊惧不已地哭泣起来,不画了,不画了,等爸爸身体好了以后,再给飞飞画,我和飞飞离开画室,推门而出, 燕文青如鬼魅般出现在眼前。 飞飞,明天你还要上学,赶紧睡觉吧,好,我,我知道了,飞飞点点头,露出一副顺从训良的表情,不情不愿地下了楼,见飞飞离开,燕文青这才露出了真正的面貌,刚才在画室里的事,我都看见了,你根本就不是韩绍轩,对吗? 我心头一震,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冷漠的脸,到现在你还在怀疑我,我是不是韩绍轩,你的手下不是调查得很清楚了吗? 燕文青眼神闪现一丝诧异,旋即恢复平静,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办法能假冒一个人的身份。 韩绍轩离奇失踪,将近三年,突然出现在阿乐寨,我自然要调查清楚,不过,你的演技确实精湛,能骗我这么久,我已靠着栏杆,饶有兴趣地看着面前的女人,是吗? 那我倒想听听,你装失忆这招确实很高,不仅能躲过所有人的怀疑,而且能慢慢摸清我家里的情况。 不过你忽略了一点,人的大脑可能会因为重大创伤造成失忆,但肌肉记忆是不会完全消失的,如果一个人频繁重复做某个动作,长次以往,肌肉自身会有记忆的能力,一旦诱发这个动作的环境出现,人体会不自觉做出反应。 这种肌肉的记忆,比起大脑里的记忆,要更加牢固,更加刻骨,从我认识韩少轩那天起,他就痴迷绘画,几乎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,如果你真是他,即便真的失忆了,面对画板时,也不可能一笔都画不出来。 燕文青一步步走向我,冷冽的目光犹如一柄寒刀,直插肺腑。 我真的很佩服你的推理能力,可失忆这种情况是因人而异的,虽然我不记得自己在阿勒寨到底经历了什么,可当初被医疗队救出来时,我甚至连四肢都无法动弹,前几天医生诊治时。 你也在场,想必没忘记他说的话吧,我从高处坠落,身体即便痊愈了,也会留下后遗症,我现在刚刚能下地行走,身体协调能力连一般人都不如,又怎么可能凭借肌肉记忆捡起以前的绘画技能,燕文青明显一正,随后迅速拽住了我的衣领,眼睛里更是流露出恶狠狠的光,别再狡辩了。 你根本就不是他,你到底是谁,接近我到底有什么目的? 我摊开双手,无奈一笑,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,也想不起以前发生的事,不过我也怀疑过你。 也许你根本不是我的妻子,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,我的妻子应该是话里的那个女人,对吗?想不到你这个冒牌货和她一样,竟然也敢这样羞辱我。 燕文青彻底丧失了作为女人的最后一点温柔,论起巴掌,对我左右开弓,我身体才刚刚恢复,完全没有一丝力气反抗,更别提摆脱一个愤怒的女人的袭击。 我被燕文青打了十几个巴掌,当时眼貌金星,脑袋嗡嗡直响,直到身后转来,阴阴哭声她才罢手,妈,妈妈,你不要再打爸爸了。 飞飞紧紧抱着燕文青的腿,泪眼汪汪地替我求饶,回去睡觉。 大忍的是,小孩哨管,燕文青愤怒地挣脱飞飞的手,粗暴地将她推到一边,飞飞一个裂起,踉呛后退,身体从栏杆翻了下去。 面对眼前的突发状况,我一把挣脱燕文青的手,飞身扑了过去,一把抓住了飞飞的衣领,两人齐齐坠下一楼大厅,落地的一瞬间,我牢牢把飞飞抱进怀里,剧烈地撞击,转化为钻心的疼痛,瞬间在身体里蔓延。 我整个人随即变人是不行了,我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,醒来时映入眼帘的,却是飞飞满是泪痕的脸,她扑到我怀里,哭得撕心裂肺。 而我在这次的意外中,因祸得福,想起了所有遗失的记忆。 我一直以为,电影里失忆的人受撞击,能恢复记忆是相当狗血的桥段。 可当自己亲身经历后,才发现看似不合理的事,有时真的会出现奇迹,可燕文青却根本不相信我恢复记忆的事,她甚至怀疑我奋不顾身地救下飞飞,也是狗急跳墙的苦肉计。 为了让她相信我,我讲述了两人从相识,相恋,直至步入婚姻的整个过程,甚至说出了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秘密。 按常理来说,想要确认我是不是韩绍轩,只要让飞飞和我进行DNA鉴定就行了。 你之所以没这么做,原因是飞飞根本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,而是从孤儿院里领养的。 当时她还未满周岁,我平静地说出飞飞的身事,燕文青嘴唇吸动着,久久说不出话来。 她表情已经告诉我,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,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抛下我们母女俩燕文青哀怨地看着我,眼神中浮现出睽谓已久的温柔,我躺着床上痛苦地闭上眼睛。 脑海里回忆着两人当初争吵的画面,不由深深叹了一口气。 其实,你心里比我清楚,我当年离开的真正原因,那些不堪的过往,真的还要再说一遍吗?燕文青沉默了许久,既然你恢复了记忆。 那你的选择又是什么?继续逃离,还是选择待在这个家里?我没有正面回复她的疑问,转而讲起了三年前的遭遇。 当年我离开家后,辗转多地,谁知误入电信诈骗组织,我尝试逃跑了数次,皆以失败告终,那些人见我不肯配合,每天凌辱我,毒打我,最后将我转卖给了阿勒寨的医疗园区,充当汲取血液的血奴,燕文青满脸惊骇,视线落在我的双臂上。 难怪你身上便不针眼,起初我以为你接触了毒品,原来是被人囚禁,想起那段岁月,我心中恐惧的感觉悠然而生。 仿佛千万只虫已再是咬一般,全身站立不已,我和实数人被关在一个只有十几平米的小房里,成为宫穴的机器,每隔一段时间,都会被强制地抽取近千毫升的血液,接连数月,全身浮肿,血管萎缩,以至于后来连血管都找不到。 直到某次,我趁看守取快递,躲进了快递车里,侥幸逃了出来。 我在一个善良的村民家里,躲了半个多月后,不幸又被那些人发现,只得再次逃亡,谁知在慌乱之中坠入悬崖,我本以为这辈子都回不来了。 可老天爷又给了我一次重新活下来的机会,经历了地狱般的折磨,我幡然醒悟,活着,其实就是最大的幸福。 现在,我唯一的心愿就是陪着你,陪着飞飞。 看着他慢慢长大,看着他结婚生子,咱们一家三口,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,燕文青紧簇眉头,许久才缓缓开口。 你这样想,自然是最好的,不过丑话说在前头,即便我们俩是行事婚姻,也要恪守一定的准则,我不希望自己沦为笑柄,更不愿看到清远集团因为我的婚姻问题而陷入危机,我虽心知肚明,却哑然失笑。 你放心,我知道该怎么做,不过在此之前,你能不能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,燕文青明显一正,见我态度诚恳,脸色不有缓和许多,说吧。 想让我帮你做什么?我犹豫片刻,提出想要再见初恋女友叶青蹄一面,没想到燕文青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 当年,要不是我拦着不让你去见她,也许你不会做出那么过激的行为,那个女人在你心里始终是个结,也到了该解开的时候了,燕文青说得不错,叶青蹄始终是那个让我难以忘怀的女人, 即便在失忆的那段日子里,她那娇俏而恶挪的身影,依旧萦绕在我的梦境里,只有了却最后的心愿,我才能重新开启新的生活,清远集团名下的企业,涉及全国各地。 人脉资源遍布各个行业,想找到一个人绝非难事,加上燕文青形势雷厉风行,不到一个月便查到了叶青蹄的下落,江城市蓝阳路一家便利店,叶青蹄系着围裙,正在店里招揽生意。 当我出现在她面前时,她脸上净没有一丝惊讶,转而冲着我浅浅一笑,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了,别愣着了,饭还热乎着,赶紧去吃吧。 我心里一正,默默地点了点头,走进店里见四下无人,反手将门关上,大白天关门做什么,还做不做生意了,叶青蹄略带埋怨地看了我一眼。 起身想开门,我一把擒住她的胳膊,将她娇小的身躯,粗暴地顶在墙上,哨,少轩,你要干什么,快,快放开我,叶青蹄剧烈挣扎着。 嘴里喊出的名字,更让我愤怒到了极点,叶青蹄,往我对你日思夜想,痴心一片,原来你早就为了那个野男人背叛了我。 叶青蹄听到我的声音后,眼里瞬间浮现出无尽的惊恐,你,你不是少轩,你,你是张立峰。 见人,现在才发现太晚了,我一把揪住叶青蹄的头发,将她整个人直接甩到了地上,紧接着一阵拳打脚踢,我发现完心中的怒火,再次揪住她的头发,咬牙切齿地说三年来,我受尽非人的折磨,尝遍了世间所有的屈辱。 就是为了这一天,叶青蹄,咱们该算算总账了。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失忆,更不是燕文青的丈夫,韩绍轩,我真正的名字是张立峰,叶青蹄的丈夫。 所有的一切都要从三年前说起,当初我生意失败,欠下了一屁股债,为了还债,我在妻子叶青蹄的建议下,随同她的表哥,韩绍轩,一起去阿乐寨打工,国外打工虽然辛苦,但工资待遇比国内优厚,我本想在阿乐寨努力工作几年,将家里的经济窟窿堵上,可怎么也没想到,韩绍轩背后对我下黑手。 我不但丢了工作,而且成为了她巨额赌债的替罪羊,阿乐寨盛行赌博,很多出国打工的人下班后都会到赌场玩几把,我对赌博这种事有深刻领悟,几乎都是十赌九输,所以多数时间都在一旁观战,而韩绍轩却不同,每天混迹赌场,赌瘾集中,某次她赌红了眼,不仅压上了所有的工资, 还借了赌场高利贷,结果非但没有翻本,反而欠下了一辈子都无法偿还的巨额欠款。 韩绍轩无力偿还高利贷,只得四处躲藏,后来竟想出了异常恶毒的主意,她在暗处将我打昏。 注射麻醉药后,联合一个黑心的整形医生,把我的脸整成了她的模样。 韩绍轩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,而我却成为了她的替罪羊,不仅遭受追债人一遍遍地威胁和毒打,最后还被贩卖到了阿勒寨臭名昭著的医疗园区。 医疗园区表面上是当地药品和生物技术的聚集地,实则是人间地狱,贩卖人口,器官买卖,武器交易,边境贩毒,世间所有的罪恶在这里随处可见。 每天我都遭受着生不如死的折磨,食不果腹,衣不蔽体,像被豢养的牲畜一样被肆意凌辱。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被抽取大量血液,我从无数次冒出过自杀的念头,唯一支撑我活下去的信念就是找到韩绍轩,让他付出比我痛苦千倍万倍的代价,让他长寿一下在地狱煎熬到底是什么滋味。 好在苍天有眼,我最终还是逃出了医疗园区,最后在中国医药队的救助下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。 本来我想把自己阿乐寨的遭遇告诉警方,通过他们的力量寻找韩绍轩,可见到他的妻子燕文清之后,心里顿时改变了主意。 既然我顶着韩绍轩的面孔,为什么不利用这种方式好好报复他的家人呢? 还有什么比凌辱他的妻子更痛快的手段呢? 为了避免身份泄露,我洋装失忆住进了别墅里,可事情根本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,韩绍轩和燕文清多年来感情不和。 两人的婚姻有名无实,仅仅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,通过和韩绍轩女儿菲菲的聊天,我渐渐摸清了燕文清和韩绍轩相识的过程,甚至获悉,菲菲并不是两人的亲生女儿,通过一出舍身救人的苦肉计,更是获得了燕文清的信任,让她相信我就是恢复记忆的韩绍轩。 而且在别墅的这段时间里,我还意外得知来了一个无比震惊的真相,原来,韩绍轩根本就不是我妻子叶青蹄的表哥,而是她的初恋情人。 至此,我终于恍然大悟,原来所有的一切从史至中就是一个骗局。 叶青蹄为了摆脱我,联合初恋情人设了一个连环计,明面上是让所谓的表哥带我出国打工赚钱,实则是把我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里。 韩绍轩离开时拿走了护照和各种身份证明,留下我一人在阿勒寨,因语言不通,甚无分文,又被寨主四处堵截,根本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,在人间地狱般的医疗园区。 一般人承受那么多,早就精神崩溃了,而我坚强地活了下来,这不仅仅是奇迹,如果没有强烈的复仇心支撑着我,那我想必和很多无辜丧命在异国他乡的亡魂一样。 早早葬身在荒野之中了,每每心想起自己遭受的折磨和痛苦,我恨不得手认那对狗男女,可想要找到他们的下落,就必须利用燕文青的人脉资源,我只能静静等待着。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,燕文青的手下最终还是打探到了叶青蹄的下落,说,韩绍轩在哪儿,我狠狠觉住叶青蹄的下颌,手上的力道不由加重。 你,你不就是韩,韩绍轩吗? 以往在我印象里,娇柔懦弱的女人,嘴角泛着血丝,眼神里却多了一丝坚毅,你添脾气见长啊。 看来跟着韩绍轩,骨头都变硬了,好,那我就让你好好回味一下以前的感觉,我抡圆了拳头,朝着叶青蹄小腹倒了过去,谁知还没触及,一道人影破门而入,我还未来得及反应。 胸口重重挨了一脚,来人二话不说,抄起桌上的花瓶砸了过来,花瓶应声而碎。 我整个人瞬间感觉天旋地转,亮呛地退了几步后,温热的鲜血从脑门蜿蜒而下,轻蹄。 你,你没事吧?男人匆忙扶起摊在地上的叶轻蹄,我只看了他一眼,心中仇恨的火焰瞬间熊熊燃烧起来,寒,寒绍轩。 你,你终于出现了,我看着眼前和我一模一样的脸,恨不得将他千刀万挂,碎尸万断,张立峰,想不到,你竟然从阿勒寨活着回来了,看来连地狱都不愿收你这样的恶魔,韩绍轩紧紧抱着瑟瑟发抖的叶青蹄。 没有一丝慌乱,整整三年,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? 我遭受到所有非人的折磨,都是拜你所赐,今天我要让你血债血偿,我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,恨不得将眼前的两个人撕个粉碎,韩绍轩毫不怯懦,静止迎上我的目光。 三年前,为了让青蹄摆脱你的控制,我确实用了些阴险的手段,不过你想过没有,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,如果你能够好好珍惜青蹄,好好爱她,照顾她,而不是肆意殴打,凌辱,不把她当人看,她怎么可能来找我哭诉,我颤颤巍巍站起身。 一步步走向韩绍轩,她是我的女人,我怎么处置她是我的自由,你作为一个外人,有什么资格掺和我们夫妻的事,就算我打死她,那也是她的命,她生是我们张家的人,死也是我们张家的鬼。 你休想,我就算是死,也不会再回到你的身边,我受够了没完没了的家庭暴力,受够了你反复无常的性格。 实话告诉你,当初让你出国打工的计划是我提出来的,我不仅想让你去死,还要让你感受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,被凌辱,被毒打,到底是什么滋味,叶青蹄一改往日的忍气吞声。 决绝的语气出乎我的意料,好,那我就成全你,我抽出怀里的匕首,朝着叶青蹄的胸口扎去,那一刻她眼里闪现出对死亡的绝望和恐惧,不要,韩绍轩惊叫一声,飞身扑了过来,挡在叶青蹄面前,我顺势将匕首刺入了她的背部,韩绍轩闷哼一声,身体猛然抽搐了几下。 随即不省人事,我看着鼓鼓而出的鲜血,瞬间有些心慌意乱,手中的匕首吊应声落地,是,是你们逼我的,我本来没想杀,杀人,叶青蹄脸色惨白,急切地叫喊着韩绍轩的名字。 后者昏迷片刻,缓缓地睁开了眼睛,这,这一刀算,算我还的。 不过,请,请你放过青蹄,听她这么一说,我内心之中的愧疚和不安,顿时荡然无存,她是我的妻子,应该和我在一起,我凭什么要答应你? 其实,你根本就不爱轻蹄,对吗?你想要满足的仅仅是自己的征服欲,控制欲,可你想想,作为张立峰,你把他人留在身边的方式,除了殴打,威胁,囚禁等等暴力手段,你还有什么? 那么,韩绍轩的话一针见血,戳中了我内心的痛处,可现在你成了我,想要留住任何女人,几乎不费任何摧毁之力,韩绍轩盯着我的脸。 露出一脸神秘莫测的表情,你,你什么意思?想必你也调查清楚了,燕文青只是我名义上的夫妻,我和她并没有夫妻之时,不过她的家世背景,却是很多男人屈之若物的。 只要你接受自己现在的身份,下半辈子就可以安心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,放过一个你不爱的女人,得到的却是豪门生活,这笔买卖怎么算也稳赚不赔吧。 韩绍轩的话让我有些心动,她说得不错,我内心真正仇恨的是他们俩在阿勒债的陷害,而叶青蹄对于我来说,只是宣泄愤怒和欲望的工具而已。 即便她重新回到我身边,也无法改变眼下穷困潦倒的境遇,况且,只要我真正成为了韩绍轩,所有的债务都会死无对证了。 好,我答应你,不过你怎么保证不向别人泄露这些事,万一哪天燕文卿知道我是假冒的? 没等我说完,韩绍轩打断了我的话,你放心,除了我们四个人以外,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秘密,我心头猛然一震,刚要开口询问第四个人是谁,身后转来一个冷漠而又熟悉的声音。 看来,你们已经决定好了,由谁来做我那失踪的丈夫。 对嘛,燕文卿身着浓郁复古的格文西装,戴着一顶硕大的墨镜,鬼魅般出现在我面前,十数个黑衣,从门外保镖鱼贯而入,将我和韩绍轩,叶青蹄团团围住。 从,从一开始你就在这里,我面对眼前突发的状况,不知该如何应对,两腿开始止不住打仗,这么精彩的好戏,我怎么能错过呢? 不过,我这个人最痛恨的就是被欺骗,谁要欺骗我,那他就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。 燕文卿挥挥手,保镖将两个指甲油大小的透明瓶子递到他面前,这里有两个瓶子。 一个里面装的是清水,另一个里面装的是毒药,您今天谁能活着从这里出去,全靠自己的运气了。 韩绍轩看了一眼叶青蹄,后者奋力地摇着头,可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其中一个,而我在重重压力下,只好硬着头皮,接下了另外一个。 我眼看着韩绍轩一无反顾地打开瓶子,心里突然有了主意,等等,我要和他交换,我强压住心头的恐慌,满心期待地看着燕文卿,可以,不过只有这一次机会,燕文卿摆摆手,让保镖交换了我和韩绍轩的瓶子。 我接过瓶子,在众母睽睽之下,一口喝下了其中的不明药水,不错,其实他才是真正的赌徒,从今天起,你自由了,燕文卿看着韩绍轩。 眼神中流露出复杂的情绪,你,你们,我看到韩绍轩一脸解脱的表情,这才意识到落入了两人的圈套,可嗓子眼里,犹如被灌进了水泥,发不出任何声音。 我跪在地上,将手指伸进嗓子里,向催吐出刚才浮下的不明液体,可折腾了半天,除了吐出腐臭的酸水以外,竟没有任何效果,别白费力气了。 这种毒药一旦进入口腔,迅速溶解,根本没有任何机会,燕文卿的话在耳畔响起,我的视线也越来越模糊。 最后眼前一片漆黑,不知过了多久,我才从昏迷中醒来。 窗明几近的别墅客房中,燕文卿端坐在一旁,眼里没有丝毫表情,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确定了你是假冒的吗? 他见我醒来,起身走了过来,冰冷的手指轻轻触碰着我的脸颊,那次你奋不顾身的就飞飞,头部受到二次重击,醒来后声称自己恢复了记忆。 从那时起我就确定了你是假冒的韩绍轩,对了。 忘记告诉你一件事,从飞飞嘴里,你虽然能够得到我和韩绍轩相识的经历,但是你永远不会知道,在刚进大学时,我报的专业是医学系,后来才学了金融。 很多医学基本常识到死都忘不了,造成失忆的多数原因是,头颅中的血块压迫了记忆系统,再次撞击后将血块震散的几率无限接近于零,反而会让颅内出血更加严重,出现生命的危险,更不可能恢复记忆。 你既然知道我是假冒的,唯,为什么不拆穿我,我用尽全身力气,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,很简单,我只是觉得好奇而已,起初我以为你整龙城韩绍轩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,既然你想成为失踪的他,那我何不做个顺水人情,配合着你把戏演下去。 不过后来你提出让我寻找叶青蹄,我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,所以在你去见他之前,我已经从韩绍轩那里了解了一切,对了,那两个瓶子里都是无色无味的水。 没有毒,只是一个简单的心理测试,真正有毒的瓶子是在你提出,交换的时候就被保镖调换的,里面的毒素虽然不能致人性命,却能迅速引起血栓,高凝,造成人体大量脱水,从而导致一个人永久的瘫痪。 没等燕文青说完,我顿时头皮发麻,用尽全身力气,开始挪动四肢,谁知竟如同失去知觉般,无法控制任何一个关节。 混蛋,骗子,你们TMD合伙骗了我,我就是变成鬼,也要找你们报仇,我愤怒地嘶吼着,恨不得将眼前的女人生吞活泼了。 别那么激动嘛,在我死之前,我绝对会让你好好活着的,不管怎么说,以后你是我的丈夫,燕文青脸上毫无喜怒之色,眼神平静地像一红毫无波澜的潭水。 我,我不是韩绍轩,我是张立峰,我,我根本就不是你的丈夫,求,求求你,放了我,放了我,燕文青的冷漠让我的威胁变得毫无意义。 为了逃离这个噩梦,我只得低三下四地祈求他,这重要吗?我需要的仅仅是你的脸而已,至于你到底是不是他,根本就不重要,我在乎的是燕家的名声和公司的股份。 婚姻对于我来说,只是一个形式罢了,燕文青话说到一半,突然凑到了我耳边。 你知道当初韩绍轩为什么要逃离这个家吗?我心头一震,惊慌失措地摇摇头,燕文青轻起背齿,说出了让我魂飞魄散的真相。 我从小就拥有着女人的身体,男人的灵魂,我痛恨这副身体,它困扰了我数十年,可为了继承家族遗产,我不得不学会伪装,收起真实的自己。 既然韩绍轩不愿意,那就由你来代替他吧,燕文青的话让我浑身冷汗直冒,万万没想到,自己最后竟然真的成为了韩绍轩的替代品。 我紧紧握着身下的床单,试图从床上坐起来,直到全身力气耗尽,眼前一黑,整个人昏死过去。